很多人不查都不知道喔 這些影后集的人物還有演員啊 他們演的很多電影 其實都是小說改編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電影TALK TALK單元 就要來聊一下 小說也能夠讓你變影后喔 所以當然歡迎一下 我們平常最黑夜書 最有書卷氣息 語文詞彙最豐富的Berry 以及膝關節 歡迎 這個還可以嗎 這樣的介紹子 喜歡嗎 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我以為其實到處是要戳妳這樣子 沒有 我怎麼會這樣忘記 我也在講妳 我不用講 大家就知道我是這樣啦 真的 沒有啦 其實今天真的要拜託兩位了 因為兩位除了是專業影評之外 對於這些小說 他們裡面的故事情節 還有跟電影裡面 甚至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今天都要跟大家講一下 不過從今年的奧斯卡來講好了 我只能說 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地羨慕 演不存在的房間這位美女 為什麼妳還會很羨慕 因為我覺得這部片 除了好看感人之外 她不用化妝嗎 也不是這樣說啦 你知道嗎 但是你看她其實很年輕 她就可以入圍 奧斯卡 你看這樣是不是給人家那種 很鼓舞士氣的感覺 覺得不要讓人家小看你年輕 但這部片要跟大家講一下 她的故事跟電影 有點不太一樣喔 其實那個 這個故事原本 當初在拍的時候 大家都說 其實這應該是跟 奧地利那個事件是有關係 因為奧地利那時候就發生了一個 男性爐走的一個少女 然後球棍在他們家的那個地下室 長達數十年之久 而且還生了大概有七個小孩左右 很可怕 那這個片當然是不會派 那麼可怕的情節出來 那這個片 其實敘述她 因為強行爐走她之後 在那個房間裡面 她們就生下了一個小孩 直到這個小孩長大 快到五歲的時候 這個女主角布伊拉森 她決定說 她要建立這個小孩子 讓她知道 其實我們外面是有世界的 不是只是生存在這個房間裡頭 所以後面就上演一段 那個母子如何 應該說前半段 前半段如何母子 脫困這個房間 其實那個情節 是相當地感人的 對啊 我真的覺得很不容易 而且其實 那個小說的作者 她自己本身就是 兩個孩子的媽媽 然後呢 她也參與了電影的編劇 所以我相信在觀眾 以觀眾的角度來看的話 她們是真的能夠感受到那種 拉扯啊 還有那種 很強烈的情緒 對 而且其實那個布伊拉森很可愛 她就講說 如果沒有Jacob這個小男生的話 她的情緒好像 沒有辦法那麼豐富是不是 因為其實大部分 其實都是 專注在這兩個人身上 那如果你把其中一個角色 抽離開來的話 其實都沒有 化學反應不會這麼好 對 還有另外一部 也是今年入圍的 這個我佩服到一個極致了 就是Carol的女主角 這個片子那個小說是非常久 之前就寫好是1952年的時候 就完成了一個小說 可是因為這個當初的小說 其實是寫女同事 直接那種禁忌的情緒 對 甚至那時候有 有外界在揣測說 這個是不是你作者本身 一個班資專的風格的東西 但大家想一想 50年代 60年代 七年 好 到七年之後才可以 才開始比較沒那麼封閉 可是你要想 以一個女性的作者 在那樣子的年代裡面 出版這樣的小說 寫女同事的情緒 一定會被貼上很多標籤 甚至會被人家覺得說 你是不是怎樣怎樣 因為其實在那個年代 這種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她出這書的時候 她就直接有承認 這是她的 沒有 都沒有 沒有 她是用了另外一個筆名 而且她是 大王重新出版的時候 她才承認出這書 她隱瞞了這麼這麼久 也夠久了啦 就是如果某一天 你的恆年長的長輩到七十歲 才跟你說我出版 我出版什麼什麼 你大概也覺得說 雲淡風輕了 可以了 說出來也沒有關係了 但是凱特布蘭奇 這次在這個裡面的表現 其實也是滿刺激的 包括有一個非常非常長的床戲 而且她聽說在準備這個過程裡面 她還去看了很多 情色小說 就是讓自己可以去了解 真實的那種同志之間的感情 會是怎麼樣呈現 所以我覺得她得獎的機率高就算了 她能夠入圍 就已經是有一種 不然還有誰可以入圍 你們看凱特布蘭奇演戲 演那麼多年 你曾幾何時看到她會 你知道的 對 所以觀眾有在看電影 就知道我們在講什麼囉 不過其實凱特布蘭奇 之前就已經有演過 同一位作者寫的小說對不對 天才雷普利 她在那個戲裡面 她演一個是 非常天真無邪的富家女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這個女生好厲害 她怎麼可以就演的 你就覺得她就是一個 花痴的小女生 我想一想那已經是二十年前了 對啊 滿久了 就是第一次看她演戲 就是這一部電影 特別有印象 就覺得她演什麼像什麼這樣 真的滿厲害的 後來她那種女神的氣勢 出來之後 她還是可以去演 各式各樣不同的感覺 不過今年以後講完了 其實今天我們的電影 TalkTalk單元 就是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到底哪些小說 還有把我們的明星們 變成影后呢 首先我覺得一定要提的 也是 也算是近期的電影 就是Julian Moore 她演的那個 我想念我自己 就是Still Alice嘛 對不對 對 這一部也真的是 讓人印象深刻耶 在講阿姿海默陣 對 她其實是 第一次去語言的能力這樣子 所以對她來講說 其實是滿衝擊的 我真的覺得滿感動的 因為那時候 她那個小說 其實真的很暢銷 後來改編到 這個故事裡面之後 雖然好像有一點點的 不太一樣 包括像是 她先生跟她之間的摩擦 好像比較 小說裡面比較多 對 其實沒有那麼愛她 沒有那麼 無私的付出這樣子 一直照顧她 電影裡面是比較 好的一個形象 對 而且其實在電影裡面 我們就會看到 看到一個語言學家 在那邊想不起來自己的 那真的很痛苦 我都要犯累了啦 你們看你們就知道了 但是像Julian Moore 她在裡面 我覺得還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她在 小說裡面 講的那個 看事情的角度 跟電影裡面 是不太一樣的 小說的話 是主要是用 就是女主角的 第一人稱的 第一視角 去主述這件事情 對 那電影的話 就是比較用 觀眾旁觀者的角度 在講這整個 事情的發生這樣 其實真的是很沉重啦 而且那個時候看到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覺得 你會真的相信 Julian Moore 已經快沒辦法梳化 甚至你看到她會有點 想要就是同情她 或者是去幫助她這樣子 她真的演得非常棒 演得不溫不活 而且再加上她 經歷了很多事情啊 然後就是忘記很多事情 然後裡面的劇情 就讓人家是覺得 非常有感觸 想說以後要是自己得了 對啊 我那時候 怎麼辦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都會擔心這個事情 而且目前為止 是還沒有Cure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她只能延緩 但沒有辦法完全的根治 對 所以其實真的滿恐怖的